这六道里面,一切有情众生,怎么来的? 应业受伸 所以佛讲得好,人生,人生为的是什么? 人生愁业 换一句话,业报而来 你过去生中,修的善 你得的是善报 你造的是窝 你受的是窝 你欠人的情,你要还债 你欠人的命,你要还命 往年 我曾经在南唐岛 香港 在那边讲过那年前 寿爷劳活成的道场 光明讲堂 他讲堂上有一幅对礼 我还记得 说得好 上连写的是 夫妻是云 由善云 由卧云 云云相报 下连写的是 儿女是债 有讨债 有还债 无债不来 这一幅对联 把这个人生 顺透了 人生来干什么 抱门抱怨 讨债还债 来干这个事情 可是在惆怅 业拜的时候 不会惆怅的刚刚好 我欠你一万块钱 就还你一万 总是还要加一点利息 加得对方不服 来生擦再来讨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这就是应业受伤 可是人生 是不是真的呢 冷静的去思维 仔细的去观察 梦一场 又如梦见的感觉 被人生如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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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